这里是抗金名将岳飞父亲岳和的墓 位于河南汤银岳飞的老家 在岳飞父亲墓的旁边是他祖父祖母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 这里属于岳飞的祖营地 可惜岳飞死后却没能葬在这里 而是葬到了浙江杭州 岳飞的母亲葬到了江西的庐山 一家人葬了三个地方没能一家团圆 我们都知道岳飞母亲教他尽忠报国 你可知道没有他父亲岳和也就没有他后来的成就 岳和在当时使当地的父父为人忠厚重义气 在他十七岁时有了岳飞 看岳飞从小就乖巧聪明 特地为他请了老师教他读书写字 我们从岳飞留下来的书法和文章 可以看出他受过扎实的教育 宋朝虽然中文轻武 但身为岳飞父亲很支持岳飞习武 还让岳飞拜武术大师周统为师 岳飞能文能武的才华 可以说是岳和支持和鼓励的结果 后来他能成为民族英雄 他的父亲功不可没